《愛情》 《愛情》 當你問人們什麼是愛 他們會難以為一個單純的定義 對於愛、錯誤的觀念 已經多到不勝枚局了 婚禮為愛 是一個很新的狀況 在20世紀上的20世紀 你結婚了 不表示你脫離單身 所以你一定要單身得好 這在一起才會可能好 以前的教育環境去的是 比較忽略你的情緒 我們很難去衡量說 你的情緒不錯 所以你可能會考上很好的學校 那到了某個年紀之後 你突然要了解你自己 你發現你生疏的可以 但現在對於心理本身 是個專業這件事情 大家也越來越有概念 如果你要達到總結 究竟是技術的質疑 能夠改善我們的關係 甚至家電話 有很多疑問 這會擁有家生活 尤其是因為科系的關係 我們是在一個巨變的狀態下 所以與其說 是我跟父母親之間的衝突 不如說是世代不同的 價值觀之間的衝突 就好像伴侶的關係一樣 老了生活 有沒有可能打開 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回到家裡 就算是家庭 沒有空間 或其他人 也能感覺到其他人 關係其實現在是優先於空間 我們一直在借著關係 重新回到自己身上 當我們進入到關係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只有一套劇本的選擇 應該有不同的劇本的選擇 去世代 江洛梁 詞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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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